灰衣男子不停往前奔跑 不時的回頭看有沒有人追來 過沒幾秒兩名紅衣富人緊追在後 還有一名穿著亮綠色上衣的老伯 也從馬路對面衝過來 要抓住那名灰衣男子 隨後灰衣男子被抓住 雙手帶回一間早餐店裡頭 有啊 不要緊你往家往家 不要緊 不要緊你媽媽 18號清晨6點多天才剛亮 高雄左營區一間早餐店開店沒有多久 這名灰衣男子在員工的眼皮底下 把櫃台上兩個愛心捐款箱 直接偷走然後逃跑 剛剛東西是放這裡 它就擺在上面 對 它就擺這樣 然後過來就拿走 由於小偷的腳趁比較快 早餐店員工追不上 多虧旁邊熱心勞勞的幫忙 小偷才沒有逃逸成功 被帶回早餐店裡頭 等著玻璃師大人的到來 那借錢大概都針對 店家櫃台上面有零錢盒的 可以目視到裡面有零錢 就若新無零錢花用時 集會親生懶念來下手行切 工程沒有工作 才把歪腦筋動到捐款箱頭上 雖然小偷的背景讓人很同情 但偷東西就是違法 警方依照切到罪 把小偷移送遞檢偵辦 而兩個愛心捐款箱裡頭 總計有1458元 也已經全部還給店家 記得 謝謝劉鵬玉 李晨諺 高雄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 YouTube 頻道 História 李晨諭說 烈有不達 能做訪的 召喚 最近 撥了 撥了 撥就 撥就